龙姐觉得水晶有出道的可能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以学业为重 当然我们希望看未来她的成长 我觉得娱乐圈演艺圈从来不缺乏美女 但我希望她做一个有脑袋聪明的女孩子 龙姐今天第一次带女儿出来做工艺 是的 是的 在她成长就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算是初次吧 第一次吧 来陪长者来采购 她们日常的一些需要的生活品啊 或者是一些食物啊这样子 我觉得奶奶们她们都真的非常的可爱 而且我不觉得她们是什么弱势 她们就是我的长者 就是我们尊敬她们 我们孝敬她们 这也是就是在帮助她们 她们也开心 我们也开心 就是进到一个开心的一件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那龙姐觉得水晶有出道的可能吗 我觉得现在还是以学业为重 当然我们希望看未来她的成长嘛 就是我觉得娱乐圈演艺圈从来不缺乏美女 但我希望她做一个有脑袋聪明的女孩子 我姐为协会的话 大概其实做公益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 因为工作的关系都在对岸嘛 所以呢就当那个时候有隔离这个政策 防疫政策 所以不是很方便 但现在已经都over了 所以现在来去比较自如了 那我九月份又会回来参加我们协会一个很重大的活动 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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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